诈骗层出不穷,又出现了假检察官的诈骗案件 但是这回被害人非常的激紧试破 台北市一名阳性妇人,在她出门准备提前的时候 突然接到了假检察官的诈骗电话 而且一讲就是一两个小时 她突然觉得为什么检察官会这么闲 所以不动声色的到派出所 用纸条向警方求证,试破了诈骗嫌犯的伎俩 而且被逮的车手其中一个人居然是15岁的青少年 五六张编条只是受骗的阳性妇人 向天母派出所远警求证时留下的 上头写的疑似遭遇诈骗集团 对方要她不能挂电话,也不能报警 还框称是刑事局的队长、检察官留下相关姓名 要是不配合就得羁押两个月 典型的假检警诈骗伎俩,警方一看就识破 虽然她的行动电话是被跟歹徒失去保持通话中 不过她到派出的时候,马上拿出纸跟笔 写一些,她说她的电话被监听 她已经被要求提领306万交给所谓的检察官 不打草惊蛇警方要妇人配合 果然在约定交情的地点 抓到两名假扮法院人员的诈骗成员 其中年纪最小的竟然才15岁 他们准备印有被害人真实资料的假法院通知书 诱骗被害人交付现金 因为惊觉哪有检察官可以闲到讲电话 一两小时被害人才到派出所向警方求证 怕被诈骗集团发现 还刻意要值班远警走出派出所 用纸条沟通 基警查证被害人不仅试破了诈骗的手法 也保住了300多万 明日新闻陈建林邱少阳台北不到